第1413集 分一杯羹 莫小玉瞬间感觉到 这是一个圈套 但是邱海涛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这是他想不明白的地方 当邱海涛带着琳达离开这里时 莫小玉无意间看到 琳达嘴角耐人寻味的冷笑 这让莫小玉愈发觉得 这妇女俩是故意的 莫小玉给吕文浩打了个电话 本来是想要吕文浩下来 在咖啡厅里谈事情的 但是他身上的衣服 沾满了咖啡的污渍 还是去吕文浩的房间比较好 不能在下面再丢人现眼了 吕文浩一开门 看到狼狈不堪的莫小玉问道 哎呦 莫先生 您身上这是怎么了 啊 跟一个服务员撞在一块 你这有没有新的衬衣啊 啊 有有有 每次出差 我都会多带几件 以免不时之需 就像你这种情况 莫小玉和吕文浩的身材 还是有些差别的 不是挺合身 但是总比穿着那一身 污渍的衣服强 莫小玉换好衣服 吕文浩已经煮好了茶 两个人坐在窗边 看着外面的海湾 开始了他们的合作谈话 我呢 又为你争取到了两个亿的资金 也会注入到你的公司 你觉得你能操作吗 啊 没问题 我最多的时候操作过十亿资金 所以我准备自己注入一个亿 我研究了华尔街的相关报道 也看到了国内的报道 国家对外资已经开放了A股 看来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挺不住了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百分之二十 这不是胡扯吗 消费 出口 投资 这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要是升值百分之二十 大陆的出口肯定会受到致命打击 不知道会有多少工厂倒闭 到时候社会就不稳定了 所以只能是开放资本市场了 吕文浩呢是资本操作的高手 所以他对金融政策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嘛 就看你的了 我信任你 另外给你注资的是香港鸿门的老大 球野 操作上呢你不用害怕 赔了 但是你本事不行 但是其他方面嘛 你可要想清楚了 不要到时候来个卷包会 鸿门在地球上可不缺人 我不是不信你 我只是提醒你 哦 莫先生放心 我会尽力赚钱 嘴不寄也会尽力宝本 我带来了我的操作团队 这个你放心好了 那就好 我会让人尽快地把钱 转到你公司的账户上 有事儿 咱们就电话联系 不过这第一道嘛 我要你砍向你的老东家 英泽集团 没问题吧 哦 理论上来说 一切公司都可以 哦 对了 我听说 慕英泽死了 没错 现在是慕正奇当老板 你可以试试他的成色 没问题 我在英泽集团的时候 这位邵东家 没少跟我出难题啊 这次 我也让他尝尝滋味 莫小鱼点点头 这时 他手机响了 莫小鱼拿出来一看 是白鹿打来的 喂 怎么了 你快回来吧 这里乱成一锅粥了 你到底是怎么惹着这家人了 哎 这事闹的 我被那爷俩设计了 目的不详 我这就回去看看 不行 我就搬出来 那也等你回来 见见求业吧 我怎么看着这些人 好像是要气死他似的 在他的房间里 大吵大闹的 乱得都快开锅了 莫小鱼能想象得到 因为他在电话里 都已经听到 对方的吵闹声了 好 我这就回来 挂了电话 莫小鱼对吕文浩说道 我先走了啊 有事咱们电话联系 钱很快就会到账 莫小鱼打车直奔 求天刚家里 但是到了门口 却被拦住了 说是求家大少爷说的 不能再让莫小鱼进去了 莫小鱼不再是 求家的客人了 兄弟 你脑子进水了吗 我跟了求业多少年了 你看看这些人 是为了求业好吗 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被收买了呀 莫先生 我们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 那好 我问你 你看看这是什么 莫小鱼将自己拥有的 鸿门身份牌 给这几个守门的家伙看 他们没敢接 只是扫了一眼 就让开了道路 莫小鱼并没有立刻进去 说道 这虽然是求业的家事 但你们也得分好歹吧 一些有利于求业的事可以做 不利于求业的事不能做 这伙人既然不是鸿门的人 你们听他们干什么 莫小鱼说完 没再理会这几个人 静止去了求业的卧室 此时卧室里炒成了一锅粥了 秋天刚躺在床上 闭目不语 但是嘴唇和胡子抖成一团了 一看就是气急了 你还有脸来 你这个流氓 林大海未成年 你居然对他做那种事 莫小鱼刚出现在门口 秋海涛就发现 怒道 莫小鱼笑笑说道 从我出门 你也出门 我说我要去四季酒店 你也要去四季酒店 怎么这么巧啊 而且又在你接电话的时候 这位林大小姐对我泼了咖啡 回来说我挑起他 秋大少 我没得罪你吧 你们这么设计我 为了什么啊 可以告诉我答案吗 你满口胡言 先是你挑起了林大 否则的话 他怎么会泼你 秋海涛怒道 好吧好吧 那位林大小姐呢 把他叫来 对质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怎么挑起他的 莫小鱼问他 此时 秋天刚也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莫小鱼的模样 他不信莫小鱼会做这种事 而且就算是做了 又能怎么样 说明灵的漂亮呗 这小子从来不学美女 自己也知道他那德行 有什么不敢认的呢 父亲 这个人太可恶了 叫人赶他出去 秋海涛说完这句话 就要去叫人 从你回来 我就听你一个人在这里 胡咧咧 我也想知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秋天刚慢悠悠的说道 父亲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秋海涛惊讶道 怎么 莫小鱼是我朋友 林大是我孙女 我总要弄清楚 怎么回事吧 秋天刚盯着秋海涛 问道 秋海涛惊讶道 秋海涛惊讶道 秋海涛惊讶道